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分裂了 我根本不敢吃 而且现在随时有爆炸危机 整个包装圆鼓鼓的 好比气球一般 感觉似乎要爆开了 但这里面装的 只是一般的绿豆糕 而且还硬硬的 它完全就是 没有办法凹下去 正常包装应该像这样 宽度四公分 但蓬包的绿豆糕 整个宛如球般炸开 整整蓬了四倍大 23号民众接收到 朋友送的礼盒 但产品22号刚制造 下个月11号才到级 没有过级 怎么会一包蓬包的这么夸张 这个商品目前 它的保存的一个条件的方式 它是冷冻保存 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 来 大家进门就有绿豆糕在这里 绿豆糕 正常的绿豆糕绵密细致 里头还包裹红豆馅 是新北市票选十大伴手礼之一 业者强调从制造到包装 都在地域常温下生产 怀疑是消费者保存方式不大 这一盒绿豆糕回去要放冷冻保存 好 谢谢 好 回家 大家看你懂 针对这个商品的部分 因为它是必须要冷冻保存 状态底下产品才会OK 没有问题 针对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当下去 做一些判断 理论上要放冷冻 冷冻至少也要冷藏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放了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尤其最近天气比较热的话 这个受到细菌真正的影响 的确会产生一些气体 原来蜜蜂的包装会膨胀 是因为里头豆类和细菌 因为温度开始发酵 而膨胞状况最容易发生在豆类制品 泡菜还有真空的蛋类 存放的温度和湿度都会影响 食物发酵的时间 业者头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但也表示绿豆糕没有冷冻 就会变质 还是提醒消费者 务必依照保存方式冷冻 才不会想赏味 却发生这种酒精 这个新北市综合报道